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議題就是有關於憲感 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憲法 不管你是高中生或大學生或你念完的書 你這輩子一定都會上公民課上憲法的課 可是我想大部分人也對於這麼生硬的東西 就覺得我們為什麼要了解憲法 因為這都是從教育的過程裡面去看憲法這件事 但其實剛剛也有一位朋友有提到說 他對於修憲的過程裡面他其實也有感興趣 所以說其實憲法這種這麼生硬的東西 有的人有感興趣 有的人覺得這關我什麼事情 可是其實我們也知道說在最近這幾年 台灣的社會的氛圍變得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不像樣的政府 所以讓我們人民有不少的抱怨 讓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 尤其越來越多年輕人 把這個抱怨又轉為一個實際的行動 很多那種比較年紀大的 從來就沒想過說這個原來 其實應該說年輕人也沒想過 原來立法院的牆這麼好爬 這很容易就爬進去了這樣 那可是為什麼人民 我們人民為什麼要每次都要選擇用激烈的方式 來反映出這個政府的一些制度上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說其實在去年的這個318期間 其實很多的人就開始在反省到 說那我們到底這個國家的體制出現了哪些問題 我們先不用談一下 我們國家這個整體的制度到底出現哪些問題 那討論討論就覺得說 其實跟國家的一個根本 也就是這個憲法其實也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可是這個憲法到底過去 剛剛有人提到過去有很多次的修憲 可是這個修憲為什麼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感覺說擁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制度 或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就是說 如果說以憲法來講 至少人民可以獲得一個有尊嚴的 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的一個環境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涵蓋在一些很基本的人權的概念 可是為什麼 台灣人似乎好像也沒有享受到應有的這些權利 所以在這幾年 你看這個房子不斷的有人被拆 那有人去當個兵可能就不小心就死在軍中 那這些東西到底都跟我們的 國家的根本大法其實是真的沒有關係嗎 還是說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選擇這些 雖然我們今天要談的真的是一個好像比較強硬的一個議題 那可是我覺得也許我們回到我們根本生活上的想像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從去年開始一直在有很多的 就是台灣的這些團體 公民的社會的團體 就在推動說 我們要做憲政改革 可是這憲政改革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我們自己生活 像我們今天哲伍這樣的環境 還有包含我們明天也有一場活動 那我們從我們生活當中開始去討論說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怎麼去回應到我們根本的一個憲法 那我覺得這是跟人民息息相關的 就是說你要從你的日常生活裡面去反映到說 這個國家制度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不會覺得說這個東西 也比我們太遙遠 憲法就不是法律學者的事情 而是說我們每一個成為說這個國家一個公民 你應該要去有的一個責任 對 那因為我們也期待說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那期待這個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的過程裡面 我們公民到底可以去討論出什麼樣的一個 適合國家的制度 那我覺得在性改的這個議題裡面其實很重要 那最後我要先稍微在介紹我們講者之前 我要先稍微再拿一下文靠 明天的下午一點到五點半 比較慘齁 我們有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 就是跟哲學費星球一起合作 明天下午一點到五點半 歡迎大家齁 明天下午 因為我們有開放網路報名 你現在來不及報名 你們在現場聽到 明天你可以直接到現場 明天直接到現場 在哪裡 在那個想想咖 想想人文空間 還是想想他邊 就是想想 在明權路78號 在我們的粉絲頁上 你還是一樣可以找到這個活動訊息 明天下午一點到五點半 你可以直接到這個想想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起討論 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為什麼需要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明天會比較專注在討論 在憲政議題裡面其中一個叫做選舉制度 因為大家都會選舉 在場沒有選舉權的請舉手 因為有高中生 那有選舉權的請舉手 滿二十歲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好情放下 大部分人有投過票的經驗 那可是你投票的過程 我相信你有很多實際覺得說 我投了這張票到底它的意義在哪裡 你可以來跟大家討論 可以拿你最實際的 直接投那張票的過程的感覺 就直接拿出來跟大家講 你覺得這投票有什麼問題 台灣的選舉的過程出現哪些問題 你自己發現哪些問題 直接來談都沒有關係 所以明天下午一點 歡迎大家跟我們持續來討論 公民憲政會議的討論 那在明天這個日之前 我們就要來談一個比較大的架構 就是我們今天請到這個中學院的 那個蘇彥土老師 他來跟大家討論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我們直接來討論 那憲政改革的這個過程呢 他可能會有哪些重要的議程 或重要的問題 需要值得大家來關注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 直接先請這個蘇老師 來跟大家做討論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因為前幾天感 所以聲音會比較小一點 如果大家聽得比較遲疑 要請大家多遠諒 應該先跟各位打招呼 各位台中的朋友 在台中念書的朋友 還有來台中玩的朋友 大家好 我也是來台中 玩 然後還有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也有帶家人一起來 很高興能夠來參加 這是我第二次的哲舞 我第一次是在台北 所以很高興今天能夠是跟 台中哲舞的朋友 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先講一個 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大家 因為這是我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大家覺得說 我講話太抽象 有一些概念 大家不能夠連結 或是有一些名詞 大家覺得說 你不熟悉 你不了解那個什麼意思 請你隨時 隨時不用擔心打斷我 就是舉手說 這邊可不可以再解釋 請我再解釋一下 好不好 這個是我跟大家比較抱歉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盡量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 請大家學識 讓大家知道 雖然我講得太抽象 或者講得不夠清楚 那個蘇老師 這樣我有個建議 好不好 如果說在場歌 因為我們剛好來演練一下 那個佳華上次來 討論神意是民主的時候 有教大家華爾街手勢 這樣比較有趣 好不好 如果說你覺得說 有一些聽不懂的地方的時候 這是覺得有點 不是很能理解的老師在講 我們只要用 我們今天就用一種手勢就可以 就不是很理解的狀況 因為有人可能不好意思舉手說 我聽不懂或有問題 那你就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 這樣子 大家 那個手舉起來 你右手 就覺得好像有點 不是很難理解 對不對 你就這樣子 那個蘇老師就會看到 他就可能也許 你也幫我看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覺得 不是很能理解的一個部分 就做一個手勢 因為可能有人 不是很勇敢 敢舉手說 我真的聽不懂 那沒關係 就簡單一個手勢 那我們就可以再 也許 蘇老師可以再做一點澄清 這樣子 好不好 OK 我在講現正改革 現正改革 今天會有一段過去 現在跟未來 我本來以為說 今天會 希望跟大家講 比較多的是 現在跟未來 要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沒有錯 就是說 我們現在跟未來 會發生 或希望要發生什麼事情 往往都跟過去 會不會 所以剛才有朋友提到說 那個過去 他對於那個現正改革 或是我們台灣的現正的觀察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能需要 在這個部分 我們再做一個補充 剛才有提到 野百服運動 那個是1990年的事情 1990年 各位想想看 就是從 我們1992年的時候 才國會全面改選 在那個之前 我們等於是有長達42年的時間 國會是沒有全面改選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老國代 所以在台灣那個時候 不是被稱為民主國家 我們其實是一個威權國家 我們是在1990年初期的時候 才開始民主轉型 1992年 我們有第一次全面改選的國會 1996年的時候 我們有第一次總統直選 剛才這位朋友提到蘇南城 他很厲害 他還知道他的外號叫蘇大同 蘇南城國會議長 他那時候是當議長 出事情是什麼 1999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要我們稱為第一次的修憲 1999年的時候 他們國代 那時候我們還有一個叫國民大會 這個組織 國民大會要做一件事情 他要延長他自己的任期 因為他說我想要虛極化 但是你的前提是 你要讓我延長自己的任期 那因為延長任期 然後國代就 他們秘密投票 用秘密投票的方式 決定要怎麼做 修改一些人 延長自己的任期 所以引起了社會上 很大的一個不滿 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們叫自肥 自肥 自己圖地自己 所以後來呢 就有一個大會解釋 各位知道我們台灣有一個大法官 司法院大法官 就是我們台灣的憲法法院 就是專門做我們所司法的違憲審查的一個習慣 大法官就說 OK 你這個 這個延任的這個修憲 是違反憲法的 所以2000年的時候就再一次修憲 確定這個國大就需計畫 但是我們到2005年的時候 又一次修憲 就整個嘛 國大國民大會 整個延長 然後我們現在就 確立我們現在的修憲程序 就是說我們要 然後有立法院有四分之三的多數 同意 然後再提交公民覆權 公民覆權需要全體的 投票權的過半數的同意 才能夠完成憲法的修改 那當時2005年的修憲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各位應該有聽過 單一選區兩票制 還有就是我們把國會立法院的席次 立法委員的席次 從225行減到113行 就是國會一席次減辦 那這些修憲 這些修憲 最過去的這些憲改 都等於是相當成就形塑了 我們現在的一個憲政的一個基本體制 當然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想想看 反正2005年到現在 現在是2015年 十年的時間 那我們這個制度沒有再變動 因為這個運作的結果 大家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開始在 特別是在去年的太陽化運動之後 就會開始有一個生命家 甚至想要去反省 甚至去反省說 我們的憲法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希望能夠重新的去啟動 一個改革的程序 一個改革的政治的議程 可以嗎 這個是前言 這個是 我想先跟各位報告 我其實今天想要跟各位講 其實不多 就是其實講三個問題 三個主題 第一個其實是 我之前給總理有一個題目 是關於憲政感人的政治想像 因為我想要談政治想像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還是把它特別提出來 第二個我要談的是說 大家可能會聽到就是說 現在包括很多的公民的團體 甚至還有黎德輝前總統 他們都會贊成一個說 分兩階段的一個全盤限改的一個規劃 這個兩階段的限改的規劃 我稱之為憲政改革的議程 議程叫agenda 議程設定其實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議程設定 什麼叫議程設定呢 議程設定就是說 我在什麼時機 什麼時候 要處理什麼問題 這就叫議程 所以我想跟各位來分享說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 這樣子的一個議程規劃 第三個我就來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其實就是今天我們這個 這個哲務討論的一個主題就是說 特別是公民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想特別談論的是 整個公民憲政審議 還有整個憲政改革的 那個基本的程序 要怎麼設計的問題 我想先報告這三個點 然後如果我會希望 就是說 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跟各位來做 做交流跟討論 第一個 我講政治想像 為什麼要講政治想像 我想要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憲政改革 需要政治想像 怎麼說呢 如果去觀察其他國家的一個 憲政改革的經驗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社會 不一定是民主社會 反正就是人類社會 他們在推動 他們在發動 新的憲政改革 不管是修憲 是憲 最大的 我們 有一個名詞 叫做Crisis Driven 它是因為危機而啟動 因為這過去 既有的一個憲政制度 出了問題 運作不下去了 或者說已經不再獲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革命了 或者說它的政府被推翻了 或者說國家破產了 最近的意思就是冰島 那國家破產 它必須要新的憲法 來重建自己的國家 有一個很強大的危機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在很強大的危機之下 那一般的人才會從 我們才知道說 世友的這個制度已經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才願意去改變 改變那個遊戲規則 你就想像做憲法 基本上就是一個整個政治生活的遊戲規則 那個遊戲規則要重新 重新去寫遊戲規則 所以危機 危機是一個 有沒有這個憲政危機 是啟動憲改的很重要的因素 那當然我們就會去問說 那台灣現在 那到底有沒有憲政危機 如果沒有 我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有沒有憲政危機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 像國家破產 戰爭 革命 這麼重大 這麼聽清楚 你去問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說 這是憲政危機 我們有太陽化運動 但那個太陽化運動 你可以說那是馬政府的危機 對台灣的整個憲政民主 它本身不是一個危機 它本身不是一個危機 它本身在解決一個危機 所以 我們 這個太陽化運動 也是最後是一個和平的結束 我們還是繼續回到體制內去 去一起 去生活 共同生活 所以可能 如果要從那個危機的標準 你會覺得說 我們可能 那個憲改動力 那個力量在哪裡 就會有 就會 你就覺得都不會是 不一定是那麼的清楚 不一定是那麼的肯定 但是 也不是說 一定要有危機 才能夠憲改 這就是 政治想像的功能 政治想像 它某種程度上 就是要去替代危機 所能夠提供的動力 我有一個老師 叫Roberto Unger 一個非常有名的 他在法學院教書 但他是很有名的政治理論家 他曾經在巴西 當過他們 又是台灣人和經監會主委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 什麼叫Pritical Legal Study 批判法學研究的一個學者 他講了一句話 他就是說 這個想像的任務 就是要 在沒有危機的情況下 做危機所能夠的動力 的事情 所以某種朋友都知道 我們如果希望要有憲改 你就需要有那個 對於憲政改革 對於一個新的憲法 你要有強大的政治想像 你要有豐富 你要有很 就是說很有活力的 不同於 既往的政治想像 你如果覺得說 這個現在制度很好 你其實不需要政治想像 你就繼續去維持自由的制度就好 所以希望去進步 需要去改變現在這個制度的人 他就更有需要說 那我要給大家一個好的政治想像 讓大家去覺得 這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對他來說 第一個就是我們需要政治想像 這個論點大家可以理解嗎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們需要 第二個說 第二個 我們為什麼要談政治想像的原因 是政治想像的相當程度 形塑或是局限的我們的事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有沒有好的政治想像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想像 太鐵馬時空 太跳躍 太過度 變得有點不切實際的 我可能講出來一個 很美好的願景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說 不太可能 有各種現實的條件 不可能或是怎麼樣 這個想像是沒有辦法 生根 沒有辦法發揮它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想像太貧乏 我都只有知道 過去是怎麼樣做 所以我現在也要怎麼樣做 我沒有提出新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那也許過去可以做 但現在不一定做得起來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過去在1990年代 特別是1990年3月學運以後 開了國事會議 然後在1996年的時候 我們來看國家發展會議 我們都是用那種 這個人有一點 比較精英式的一個會議 在體制外去形成朝野修憲的共識 然後去推動修憲 這是我們過去的經驗 也是過去我們對於修憲的一個 政治想像的一個環節 但是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在看現在的憲改 因為我們現在的憲改 它除了需要立法院的超級多數 它還需要公民的布局的同意 所以如果單純是只有 就是這個政治社會的精英 參與的修憲 你覺得我作為一般公民 我為什麼要去討一個贊成票 我會不會覺得 有的時候是不是 都是你們大黨說了 說好了 然後可能是為了你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有的時候 過去的運作的模式 就是不一定在現在這個情況下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需要去開發新的模式 那就需要好的 這個憲政政治想像 我會希望就是說 好的政治想像是跳脫一些 過去比較教條式的一種框架 有的人會跟你講說 一定要制限 不是制限做不起來 也沒有辦法台灣沒有辦法有 真的很好一些未來 有的人就說 制限不可能 一定是修憲 好像我們的選擇就是制限或者修憲 但其實當你發現說 你除了這個體制的程序以外 一定還會有體制外的程序的配合 不管是國事會議 或是以後會談到公民憲政會議 有一些特別的參與機制的介入的話 而且特別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修憲程序的門檻 非常的高 它需要公民投票 而且是要公民有投票權的過半數的同意 這是一個非常高門檻的 所以這個修憲的高門檻 其實以某種程序上 它已經跟制限相去不遠了 所以制限跟修憲有點相對話 所以有時候我們新的想像 以某種程序也是要跳脫 跳脫過去的一些概念 限制 也許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制限 沒有辦法制限 那是來自於現實上的一些局限 包括說國際的一些政治的限制 甚至沒有 因此我也沒有辦法改過 但是我可能 我有沒有可能在修憲的程序 我把修憲程序極大化到 讓它成為一個實質的制限 是有這種可能性 那這些都是需要透過我們的 就是有點開放我們的想像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句話說ideas matter 就是說概念想法是很重要的 你能夠做到多少 其實就取決於你的想像多少 對不對 就是說對很多事情是如此 對你的人生是如此 對這個國家的憲法也是如此 某種程度上我們會去希望去看 去參考 有的時候甚至建議不想去模仿 其他國家的一個異作的經驗 那其實那是一個好的學習 那其實是一個好學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經驗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模仿 在參考的時候 我們其實更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勇敢的學這個常識 勇敢的常識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做制度的創新 制度的創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 因為這個我們過去的 有一個制度創新者 他的創新的經驗失敗 所以大家對創這個 憲證制度創新這些事情 其實是很保留 我說的是尊中山 孫中山他好像 那不是說他什麼 什麼兄弟 什麼 還有西七旗 我都忘記 就是有參考國外的經驗 還有他兄弟自己的創建 他創了一個五權限 那大家現在都知道 大家可能 接下來有機會 你可以再聊 但是我意思是說 那是一個有問題的制度 那確實是有問題 但是不表示說創新是不對 所有的憲證制度 所有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的憲證制度 是一樣的 你很難找到一個完全 一模一樣的總統制 一模一樣的內閣制 一模一樣的半總統制 就算完全抄了某一個國家的那種統制 或者是某一個國家的那個字 你放到台灣這個社會 它就會運作的不一樣 太多東西需要比較細密的規劃 然後有一些是制度 有一些是社會的因素 他們在互動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重點就是說 其實想像也是幫助我們 做這個政治的 憲證的創新 而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政治想像 或者憲證創新 不是只有針對說我們未來的 設計好的那一套憲證制度 我是怎麼用作的 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從現在 過度到未來 這個橋要連接起來 這個程序本身就要自己想像 所以我所謂的 關於憲證改革的政治想像 就是說 我想像的課題是說 憲證如何改革 我們知道可能大家有聽過說 比如說很多時候 程序很重要 因為程序怎麼做 它會決定最後結果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大概有聽過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如果說 我們現在的功課 我們其實有兩個功課 但是我們今天怎麼討論一個 我們兩個功課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想像 未來這個實體的憲法是怎麼樣 第二個我們要想像 這個改革的程序會是怎麼樣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集中在討論說 那我們對於憲證改革有什麼想像 所以我現在進入第二個 跟第三個主題 關於憲證改革的這個想像 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一個就是議程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在什麼時候要處理什麼問題 那我有跟各位 我有跟我說 那是個 我怎麼講 就是我剛才有跟各位說 我要跟各位報告說 有所謂兩階段修建這個規劃 我想提出一個解釋 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還是回到過去 所以也許還是先從過去來解釋會比較合理 2005年 因為我們確定了國會檢辦 有沒有 但一選區兩票制 然後各位有沒有發現 後來有很多的討論就覺得說 台灣的選舉制度其實並不公平 會有問題 包括說 我們有很嚴重的飄飄不等值的問題 因為我們金門、馬祖、澎湖、台東 都有一席立委 但是人口相對來說 都很多 宜蘭也是一席的 新竹 新竹好像是一席 人口的 每一票所代表的這個人口 比例就差很大 因為我們知道政治平等就是講求 一人票 那就會有這個強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單一選區域兩票制 我們又是採取這個所謂的病例制的設計 比如說我們有73席的區域立委 六席的原住民委 另外三十四席 七十三加六 七十九 三十四席 不分區為 不分區是政黨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還有一個門檻 就是百分之五 你政黨要得到百分之五以上的選票 你才可以分到不分區的席次 這個制度呢 學籍上叫做 Mixed Member Majoritarian 我們可以簡稱MMM 學籍制度很好耶 學籍制度他們就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外國小朋友他們在吃麥片 很多麥片是做英文字的 有很多因為要學習英文 那選舉制度很複雜 但是我們都好像會有簡寫 P-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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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M-D-S-M-T-E 就好像是那個Apple Day Soup 就是好像盒子米他的 所以我重點說 我們現在這個MMM的制度 對小黨其實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個制度是不是就是說 因為它的代表性 就是所謂的 它的比例性不夠 所謂的比例性就是說 我的席次選 我一個政黨獲得的選票 跟我獲得的席次 不一定是成比例 可能是不成比例 差距會很大 大家會覺得 對小黨不公平 也讓我們這個國會 沒有辦法反應多元的聲音 所以其實 過去的這幾年來 一直都有呼籲 我們希望去改變台灣的選制 就是說台灣的選制 是一個讓台灣的一個 憲政運作 出了一些狀況的一些根本 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因為我變得說 我的學制的結構的關係 變得說我的國會 沒有辦法很好的 反應台灣現在的民意的基礎 反應台灣的民意的結構 好 各位 不要忘記你們 如果有真的 不 不清楚 相信我 那絕對不是你們的問題 那是我們的問題 追求你們 千萬不要客氣 好 因為要選舉改革 因為要選制改革 為什麼選制改革 跟憲政改革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憲法 我們的選舉書是定在憲法裡面 徵修條文 他就寫在我們的立法文有 113席 哪幾席 幾席是區域立文 幾席是原住民代表 甚至這個 幾席部分區是用增長比例 還有5% 因為都寫在憲法裡面 你要改 改選制 你就基本上就需要去改 改動這個憲法 改動選制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各位也知道說 我們 不管 他現在還在 中學會 還沒有做出決定 就是要不要 今年年底 或是明年 就是立法院跟 立法院的選舉 跟總統選舉 要不要合併選舉 大家可能 這幾天新聞 有在注意 不管有沒有合併 就是大家知道說 我們可能 可能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 明年一月的時候 我們就要選舉 你覺得我們 如果要新的選制 可能在 今年底 或明年 實施吧 不可能 因為連憲法都還沒改 最快 假設說我們都沒有 解商國會 我們假設 重點是說 朱立倫 國民黨 民進黨 他們都同意 兩大黨他們都同意說 要改選制 那小黨當然會更歡迎 改一個比例性比較高的選制 對達達都有利 這樣的選制 在沒有解商國會的情況之下 他最快會實施 就是2020年 就是2020 也沒有比2020年更快 除非你沒有解商國會 國會有提前改選 但是這個機率 在台灣 不大 我們可以算得出來 就是說 你可以合理地去推估說 即便我要再擊破 我覺得說 這個是最重要的改革 他最快能夠實施 就是2020 好 假設我們都理解說 好 我們希望 OK 我們希望說 2020年台灣 會有一個新的選制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歷史的 給我們兩個 是個機會之窗 一個是2008年 一個是2016年 為什麼呢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的 因為我們的修憲 大家有聽過說 我們的修憲程序很困難 其中的一個原因是 我們需要公平覆決 公平覆決有一個很高的 一個實質的模範 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要全體 投票權的 國辦組而同意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想像說 我的修憲公投 基本上 是要盡可能跟 大選 不管是總統大選 國會大選 或者是 像去年9月的 去年11月 九合一的地方選舉 合併舉行 那個投票率才會高 你任何的 分別舉行的 你當然還是可以分開來舉行 單獨舉行 修憲公投 但是你要單獨舉行 修憲公投 然後要確保說 真的有 這麼多的公平率 站出來 那是比較高難度的問題 所以一個比較保險的 制度設計想像 就是說 那我至少在 2018年的地方大選 我可以和平 地方大選舉行 舉行 一併舉行 修憲公投 或者 或者以及 在2016 不管是總統大選 或是總統國會 和平大選 或是2015的 國會選舉 來一起和平舉行 修憲公投 那我這樣成功的機會 我會增加那個 過關的機會 所以就會有兩個時間點 這兩個時間點 各有好處跟壞處 我們知道說 其實很多 我先講2018 2018的好處是說 比如你現在 從現在到201 假設我的 我把這個 改革的時機 設定在2018 從現在到2018 還有三點的時間 我們有很充裕的時間 做公民的審議 做辯論 我們會有更多 更完整的資訊 我們不會覺得 好像就擠 很多時候都 大家在擠的時候 就是 越擠就容易越出錯 每月出錯就是你會 你到時候還要再改 所以有時候需要 真的需要深思熟慮 你做出來 你才不會 做了一個決定以後 你不會有一些 當初做決定之後 意想不到的事情 讓你覺得後悔 所以包括說 你要不要總統制 你要內閣制 還是你要維持班總統制 包括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也許你 你 時間越多 我們大家會把 其中的這個利弊 利害得失 都分析得更清楚 那有不同的人 他都會提供更多的資訊 給大家來做決策的參考 也慢慢 因為時間越夠 時間夠 也比較容易去形成共識 真的好處 壞處呢 你如果2018再去決定說要改選制 他不一定能夠成功 因為在2018到2020的時候 大概那個時候的那個 你可以想像說 那個時候的那個政黨 他們可以預見說 我如果在2020 我現在適用舊的遊戲規則 舊的選舉規則選 比我適用新的選舉規則選 他更有利 你覺得他會去支持 會去支持改選制嗎 不會 那2016的好處 跟2018剛好顛倒過來 2016呢 因為我這次選舉 我都還是用舊制 但是我2020 新自製四年以後 時間的拉長 他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 那就會讓這個政黨的算計 會受到限制 因為我沒有辦法遇見 哪一個制度真的 對我 我沒有辦法遇見說 我依照舊制會不會還會更好 但是我知道說 心智對每一個人都稍微 都比較公平的話 他就會願意去接受 但是2016的困難就在於說 因為我們太同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的時間 就變成說非常有限 因為我們 我們不是只有公投 公投 公投是最後一關 你要先立法院要有四分之三的修憲案通過 通過以後還要公告半年 他不是通過以後立刻投 還要公告半年 六個月 讓大家去做討論 才能夠投票 這都是憲法的規定 所以你就回算 如果說你年底 再加上六個月的公告期 他說最慢最慢 立法院要在今年五月 五月就要提出 就要完成終結案 你看我們從現在是二月到五月 三個月 所以三年跟三個月的差別 有沒有 大家可以了解很清楚的 順處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 就是說 這個時候就有一定的急迫性 有一定的急迫性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一定能夠 再三個月 你覺得說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形成台灣可以形成的共識 說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內閣制 還是說我們現在就是 還是繼續維持班總統制 還是要 有些最基本的 這個 我們都要形成憲政共識 這個可能性就是高難度 那我們甚至就是說 對於這半 在這半 在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要形成說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選舉制度 甚至可能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還是有可能 就是說 也許我們不一定能夠達成功率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制度 但是我們可以有一個基本 就是至少我們把這個選制的這個線法 鬆綁 讓大家可以 讓它有一個改革的空間 或者說我們只定一些基本的原則 如果光能夠達到這樣 就很不容易 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因為在2016或2018 它各有利弊 各有困難 所以一個合理的設想就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兩個都用 但是我2016的時候 就是先過最幾波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確保如果2018的時候 我有一些根本的重要的結構性的變革 在2018來處理 但是我2016的時候 我先改兩件事情 一個是 我讓這個修憲程序 變得可以比較 不會那麼困難 所以讓後續的憲政改革 有比較可能可以被啟動 所以讓改革修憲程序 另外就是說 我因為選舉制度 我鎖在 我們叫鎖死 就是鎖在憲法裡面 動都動不起來 那我要鬆綁 所以說我把選舉制度 就是只要憲法規定基本的原則 然後讓這個後續的變動可以開啟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光這兩個 所以才會有公平團體 還有包括前提 但是不會前提 我們會去認同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就是說在第一個階段 先處理有高度公司性的議題 然後第二個階段 我們在全盤的 針對什麼新政制度 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當然如果第一個階段可以處理 什麼叫共識性的問題 就是共識都是 比如說也是需要去創造 需要去形成 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變成說我們在有一個挑戰 那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我可以在20 假設我今年真的就是 大家對我共識說 我們五月要求要 要立法院要通過一個憲法修正案 它裡面要處理什麼問題 就是取決於說我們社會 對於什麼問題的人在乎很重視 你如果說 這其實是一個假設性 因為現實不是這樣 如果你說 五權起碼不好 我們監察院 考試院 或什麼 其實都可以做改革 不一定需要他們存在 也他們 他們就算 我們就算有一個獨立疾問的存在 也不一定是用 所謂怨情的這個模式在處理 你說廢除監察院 如果說有這麼強 如果說有很強的共識 那我們就可以在20 就先做 如果沒有 就沒辦法 就等到 必須要等到208 目前為止讓他可以理解嗎 好 這個就是大概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議程的想像 有兩個特色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當然會聽到 會不會跟我們過去90年代的 我們常常說 一級分階段的修憲 是不是又有類似 然後是不是會重蹈 過去的膚色 過去的膚色 就是覺得說 那個時候的修憲 都是有點漸進式 incremental 就是說 有點問題 就是問題來的 就來處理 是處理一些問題 他變成比較是片面的 局部的 然後沒有一個全盤的思考 所以沒有一個全盤的 一個系統性的一個觀照 他們會擔心說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憲政改革當然都會非常希望說 有一個全局性的 全面性的思考 因為憲政制度其實是 一個系統性的 一個系統的設計 它那個是若反環相扣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你要有能夠一次解決的那個 需要一次解決的本錢跟條件 我們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本錢跟條件 我們有分階段的好處就是說 你還是可以做 透過等於是說 這就叫議程管理 管理你的憲法改革議程 我透過議程管理 我某某某某還是可以 在分階段的情況下 要維持一個全局性的 全局的合理性 全局的一個系統的 系統的一個體系的合理性 這是可能的 這是可能的 最後我就來 第三個主題 對不起 花了比我自己多想的 多一些時間 就是整個程序 那要怎麼運作 我提三個可能性 大家來思考 第一個就是說 欸 這個我們就依照 憲法規定的程序運作啊 所以他們會 立法院就是 現在因為要過年了嘛 他們也不會再開會 但是就過年以後 因為我們現在立法院 已經有這個修憲的提案 從這個委員會交付 所以他們需要去 成立一個修憲委員會 那修憲委員會呢 有時候就會 開開宮廷會啊 邀請一些學者專家啊 去發言啊 然後聽聽他們的意見啊 然後這個委員會就會 因為是政黨比例代表組成 然後他們就會這個 依照政黨比例 這個方式組成 然後他們就會 議決審議 然後再來就是立法院 二讀三讀 四分三就通過了 好 這是一個 依照體制內的 遊戲規則 請請 好 基本上就是由立法院來處理 好 那他也許會 召開工廷會 召開這個 機場的工廷會 然後 但是就是這樣 好 然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公告半年 然後再來就是公民投票 好 這一個模式就是說 你會想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公民的參與就是在 最後 最後的階段 最後的階段 你可以作為一個 就是說 有點 公民本身也有否決權 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 這個 現在的立法院 提出完的提案 並不是真正的在 反應 並不是真正的 是為了國家好 而是為了特定政黨 或是說 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好 所以你可能 你可能不 不高興 你就否決了 這是第一種格 第二種可能就是說 欸 我們是不是像 過去一樣 這個 因為大家 對 這個 立法院 這些 信任度都不高 覺得他們 他們 這個 素質 或者說他們的 這個 都有問題 那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體制外的一個機制 來 來 輔助他們 來 而且形成朝野的共識 所以 重點就是 也因為說 台灣的 政黨 政黨的一個 運作的形態 如果我們真正政治上 大咖的人 都不是在立法院 那 你所謂的這個 產業共識 就是說 你需要 政治上大咖的人 都坐下來同意 所以他就說 好 所以就會 就會有 民進黨 或者說甚至 等會前總統 他們都會說 那我們來召開 像以前一樣 我們來召開 國事會議 那 就是邀請 這個 朝野各政黨 社會的 社會上一些 共同社會團體的代表 大家 就坐下來談 那 這個機制的好處 就是說 至少 不是反映現在 立法院的生態 所以他可能 可以讓這個 民間團體 小黨 會有更多的 參與的機會 而且更重要的是說 那些真正的 政治的領袖 什麼什麼神啊 什麼什麼 都可以進來 你要留意 什麼 再來 討論 那 OK 那他 一旦 因為他們是政治上的 一軍 政治的大咖 那他們一旦做成了決議 透過他們政黨的約束力 以立法委 就會 就需要接受 就會比較快 去完成 他在 他們 我剛才第一個講的 那個政治的程序 然後我們再來公民投票 這是第二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 你還是會 你也會知道說 真正公民的介入 好像還是在最後的階段 但是在前階段的 我們會有一些體制外的環道 那如果公民 如果是有透過公民管理 或是有一些政黨的機制 他有一定的才能 那才能事情是非常有限 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跟90年代 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是說90年代的時候 那個修憲是一級關修憲完成 只要國民剛才過就過了 不需要公民覆決 所以那個時候的朝野共識 確實 如果說你只要 你不管是在體制外 或體制內 形成朝野共識 那都是非常 那都非常快 可以非常快的推動 完成 那我們現在需要公民覆決 你公民覆決 一直就是公民有否決權 所以你必須要去 比如這個理性的政治人物 他就會預設說 那我這樣寫的提案 公民覆會不會接受 他需要做這個預設 而且就是說 公民會有更強的期待 會希望說 我除了最後的參與以外 我會不會可能在事前的時候 也提供我的意見 也能夠進來 這是第一個不同 第二個不同就是說 我們在90年代的主要的修憲 那個時候國民黨 其實國民黨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輸過國會 而且我們在90年代的時候 李登輝是 算是一個 有 我們叫Krisma 就是說他是一個 蠻有 蠻有 那個政治 他是一個蠻強 蠻 蠻有力量的政治領袖 那我們現在 你說馬英九還召集國事會 大家會 你要求意思嗎 結果大家會覺得 怪怪 不然有解 我比如說 比如說 我只會 我只會在設想 比如說 民進黨說 那我現在 要召開國事會 要歡迎這個 國民黨 來參加 國民黨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參加你 然後朱立仁說 那我也來開國事會 讓我邀請你 你參與人來參加 蔡立仁說 我為什麼要參加你 我意思是說 沒有錯 修憲很困難的 其中一個原因 他需要 跨黨派 跨黨派 超級的多數 所以他需要 大家都來 同意 但是台灣 台灣的現在 他們現在 這幾天 這一陣子 來在朝 憲改 他比如說 又把憲改當作 他希望 每一個人都希望 能夠成為 憲改的領袖 或者說 能夠取得他的主導權 或者說 他取得他的一個 希望得到credit 就是 希望得到這個 以後 大家 覺得 也是台灣新憲法 支付 或支付 有這個算計在的時候 你真的要開 開國事會議 或是 類似這樣 比較是 朝野 政黨 比較是政治經 社會經驗的 這個 這種模式的憲改 如果沒有一個 非常公正 就是說 所謂公正 公正是相對 相對 有意思說 國民黨可以接受 民進黨可以接受 社會黨也可以接受 人出來 我會覺得說 有點 不太能夠 不太能夠想像 他真的能夠成局 不能成局 就是說 能夠真的發生 不是 不是高手市場 可以這樣 成局 OK OK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再設想 有沒有樂友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第一個模式 是制度上一定會要走的模式 第一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 我說 立法院修憲 修憲 但它的缺點就在於說 它本身的組成就有問題 它沒有辦法代表多元的名義 然後它的這個input 又不夠 你說只有單純的公平會 我一般人民的意見都沒有聽到 那只有找少數的幾個人 那少數的幾個人 能夠提供的諮詢 就不一定充足 提供的一個想法 也不一定能夠周延 然後也沒有辦法 把大家的期望 那個 拿進來 所以 你一定會需要體制外 一個配套 一個強化 在體制外 形成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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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台灣社會的 一個憲政共識 有這個共識的形成 那我最後 公民投票 才有 真的有 有比較高的可能性 說 因為這個是為了台灣的好 台灣的公益 的需要 大家願意去支持 那個可能性也才會 成功的可能性也才會高 所以確實會需要一個 體制外的一個體制 那也許不一定是傳統的 最後不一定是复制傳統的 的國師會一個模式 我們就會希望說 有一個更特別的 我們就希望有創新 一個新的 一個公民的模式 我們現在很多朋友在做這個 現在我們在做的那個呂佳華 他在推動那個草根 就是我們明天也有一個草根論壇 他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在辦 其實就是公平的草根的神意 那他其實就是某某程度上來說 就是說他希望試著透過這種模式 然後讓大家開始去討論 去關心去討論憲法 然後甚至先把希望跟想像投射出來 能夠提供出來 公平的神意其實有兩個 我會覺得說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 我要去開創那個改革的能量 改革政治的能量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在學理上講說 監察院是多麼不好的制度 他不應該潛在 但是那個一點用都沒有 如果沒有很強的名義說 我不要監察院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監察院會繼續永遠存在在那個地方 這就是政治現實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公民的參與其實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我公民要改什麼 要…那個是政治的意志 承認不遠的意志 要形成那個意志就是需要公民的參與 而不是說兩個政黨自己輸了算 如果兩個政黨他們相互交換 你要什麼 我要什麼 我給你什麼 你給我什麼 就好了 那也許很多我們會真的希望 形成獻法的東西 就不一定是沒有被換到 就沒有了 所以我才說 其實我們能夠有越來越多這種草根的 甚至更制度化都OK 就是說讓這些聖音能夠被欺納進來形成獻法的提案 強化那個提案的名義支持 它就有比較高的可能性 可以被處理 所以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很理論的說法 就是說 它會希望說理想的公民的憲政參與模式 它那個長相 就像一個那個 他們叫做Hourglass Hourglass 漏斗 漏斗型的沙漏 沙漏 上面的話 中間長 你看要Solo 因為大家意見很多不一樣 那我最後 我需要一個合理的設計 那我需要去 去匯整整個 行程 行程最後的共識 然後最後下面再大 因為我希望 這個它有 它最後 它有通過的時候 它有很強的引阻 正當性的基礎 所以我會希望還是要有公民主角 那沙漏上面就是說 我希望把公民的意見 大家都還是可以 它有一個input 所以你可以 所以當我們在思考 如果公民可以扮演的角色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模型 就可以分三個階段 up stream nextreme down stream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我們其實現在還是在上游的階段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如果大家會希望說 2016年可以做某些事 可以做某些事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在上游的階段 我們現在就是其實 有更多的朋友來關心 現改 然後支持現改 也支持做我改什麼 認同 我們這個等一下都可以開放討論 那這個 這個生命越大 那就會有更強的東西去要求說 欸 政治人物 現在有政治群人 你千萬不要戳破這個 這個歷史之窗 這個歷史之窗 你一不把握 它就是沒了 因為就是 那個憲法的 現行規定就是定的很死 就是你一定要半年前就要 就要通過 要公告辦理才能夠公投 除非就是說 你還要 你像 你要不綁大選也可以 那你要告訴我們一個 不綁大選 那你可以make sure 說 百分之 等於是超過百分之五十一 就是原來 比如說六七成的人 都要出來投票 然後可能八九成的 因為 十字的門檻是 有 有投票權利的百分之五十一 五十加一 過半 那就是說你可能要 比如說你如果是在傳統的 總統大選的七成的投票率的情況下 你想像就是說 大概有七成七 七成八的人 出來投票的人 七成七、七成八的人 贊成 那個憲法 就這樣才可以通過 那你如果現在要單獨的公投 沒有結合大選 你要確保這麼多人出來投票 那最需要努力 那最需要強大的努力 那最需要強大的努力 我就先包裝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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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